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娱乐秀节目 每天下午就在这里 美国中文电台 各位可以同时在网络上随时收听 关注我们的节目 也有直播的在线的网站 到uschinaceradio.com 还蛮长的这个域名 然后或者是在手机上下载 美国侨报APP这个软件 那走到哪里 听到哪里 随时让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 今天来关注一些明星的动态 首先看到梁朝伟 坐镇台湾版的Vogue 11月刊的封面大片 还原出了电影花样年华时候的那种光影格调 展现了夏末初秋的香港 霓虹闪烁的街道 还有特别是他的一些表情 那种说不上来那种微表情 嘴唇的撅一下 或者是眼神 反正就是好像有说不完的故事 让人梦回港片时代 另外女演员孙礼 也有影光大片戏来 身穿亮粉色的开叉长裙 秀出纤细的眉腿 发型也是那还是那种很短的那种造型 非常的个性 优雅有大气 年轻歌手于书欣 晒出一组美照 穿着白色的深V的钻石吊带裙 特别吸睛的就是他做的那个美甲 哇亮闪闪的好漂亮 当然了 昨天万圣节还是有不少的明星 应景了一下赵露丝 在这一天是靠死了熊二的这个造型 你别说动作还挺到位的 这个穿的你别说就比较容易了 就是脸上这个动作表情 就是那个胖胖的姿势 非常的有神 还有小S的二女儿Lily 万圣节造型曝光 这是穿着白色的抹胸短裙 戴着一个超大的翅膀 仿佛天使降临 这有点像昨天我提到的那个科比的女儿 大女儿 COS的也是好像芭蕾舞演员 她也有点就是纯白的造型 非常的纯 其实也不一定是要COS的很丑 或者是一些人物 就是COS你心中的那种想象的样子 就不错了 还有娜扎是一组美少女战士的大片 穿着紧身短裙 COS了火野力 发似飞扬飘逸 有人说好像是真人建模 就是有很多玩家喜欢买那个模型 放在床头啊 写字台啊 或者游戏机旁边 就跟那个真的一模一样 另外曾经出演过 乌云背后的幸福线 美国主机首等演员 等影片的演员 布莱德利库博 现身在纽约街头 人们还是发现了她 因为虽然戴了个头套 她是以漫威宇宙当中的 火箭换雄的形象亮相 当然不是把脸就是化妆的 只是戴了一个头套而已 也是为六岁的女儿 一起庆祝这个有意思的节日 另外在 不过有意思的就是 在银河护卫队和复仇者联盟 的一些影片当中 布莱德利库博 正是为火箭雄 这个换雄配音的演员 很多粉丝说 哦本尊来咯 一个大大的火箭换雄 一能静的儿子哈利 晒出今年的造型 身穿透视短裙 黑色内搭 非常的显眼 然后棕色的卷发 随风飘扬 脚踩红色高跟鞋 而她这一身打扮 也是致敬了今年七月 去世的著名女明星 简薄金 她在1969年的一次电影 首映礼上 就是以此造型亮相 昨天10月31号 人家宣发博 为自己庆祝 42岁的生日 然后不仅 晒出和好姐妹 Hibi 田富珍 Ella 陈佳化同框 而且非常难得的 晒出了一组 和老公和儿子 一起的正面照 当然也曝光了 小妖果的整个样子 而且一家三口 还穿着同款的亲子装 我注意看了 好像有两套 不一样的衣服 然后Celina 看向小妖果的眼神中 都是充满了爱意 她甜蜜的表白说 有了妖果 就好像是全世界最富有 我儿子最帅 我儿子最好看 当然也透露说 当妈妈的第一个生日 感觉特别快乐 Celina也感性地发言说 我的诞生是爱 因为她42 就是四爱 也有点谐音 说曾经踏过的荆棘 原来都是能量饮料的 补给是爱 并且还告白男友说 那天去吃拉面 我牵起你的手 是爱 和你相知相惜 是爱 直言说 成为了母亲之后 好像变成了神力女超人 不怕痛 也不怕苦了 有了儿子后 就感到一切都很满足 想到此刻能拥有的一切 忍不住笑着就流泪了 也是爱 哎呀 当了母亲之后的明星 真的也散发出这种 普通人的这种爱的光环 相信她以后也一定会变成 一个合格的晒娃的妈妈 来关注音乐圈方面的消息 首先两支有名的乐队的新消息 这支殿堂级的摇滚乐队 The Rolling Stones 重磅回归 一张收录了12首全新精彩 立作的专辑 Henic Hackney Diamonds 正式问世 好不容易哦 12首全新歌曲 而这首全新专辑也是 The Rolling Stones 在2005年的A Bigger Band之后 所推出的首张录音专辑 先行单曲Angry 还有Sweet Songs of Heaven 一进一动 色彩歌异 各位可以关注一下 另外一个传奇乐队 Beatles 他们的最后一首歌曲 Now and Then 将于10月2号全球同步发行 这首歌是由约翰·列农 创作并演唱 保罗·麦卡特尼 乔治·哈里森 和歌林格·斯塔尔 一起参与了创作 时隔40多年 最终这首歌由保罗和林格完成 而值得一提的是 这张双A面的单曲 将把Beatles乐队的 最后一首歌和第一首歌 就是1962年 在英国推出的首支单曲 叫Love Me Do 然后配对 和Now and Then 达成了完美的呼应 而两首作品都将以 立体声和杜比全景声的 混音技术来呈现 Now and Then的全新MV 也将于10月3号发布 哇 一下子有新歌听了 而且是这么传奇的乐队 而今天娱乐秀要秀的歌曲 是来自索尼音乐娱乐 携手超人气的虚拟歌手 洛天一 所带来的全新单曲 Butterfly 正式上线了 这首歌收录于 联合推出的全新EP 洛 L-U-L-U-O 而这首歌也邀请到了 多位知名的国际音乐创作者 在制作层面呢 也是将中国明月和RMB相融合 明月的部分还邀请到了 知名的UP主 迪呆子 球牛 还有杨柳英子 一起来参与制作 听听看里面 会不会有你熟悉的那种感觉 这首歌也打破了 传统与潮流的次元壁 来自洛天一 所带来的新歌 叠变 看着清楚的美 偏弱今晚这是初次会 身体里有什么在哭泪 说来我 偶尔流出落水 少女的情话派对 要自己在实验出科学 如果答案没差别 没差别 我人生是错 I am I am You in my own way 欢迎你 在我的频道 听我的宣告 幸福不得在梦里 初见狼笑 爱情花得不掉 剪刀拆招 Botaf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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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在我的视角 听我的嘴巴 烦恼万有后 梦圈都不重要 如别伴着 落到 闹着狂告 Botaf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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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头上絹具发呆 眼尔珍到ağı向外 提起起来 接下来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圈里的事情倒不完 圈外的人们听不够 欢迎收听娱乐秀 娱乐继续秀 那搭高领的盘扣衬衫 然后把头发全部梳到后面油光光的 加上她一脸正气凛然的气场 哎呀妥妥一个民国新青年的模样 不过还有是有一些特色在里面 比如说袖口露出来的衣服上面有暗纹的茶花 也是显示了东方的韵味 当然这一身装扇也呼应她的新片就是草木人间 电影《草木人间》是导演顾小刚《山水图》系列电影的第二部 即首作《春江水暖之后》再现东方电影美学 影片也是围绕家庭情感展开 加入了犯罪的一些剧情元素 演绎的是现代版的《牧连旧母》的故事 片中吴磊 蒋 琴琴和陈建斌是饰演一家三口 而就在前一天 导演顾小刚也凭借这部新作《草木人间》 摘得了日本这次电影节当中的黑泽名奖 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黑泽名奖的获得者 也是继侯孝贤和陈凯歌之后 第三位获得此奖项的华语导演 这个名头还是挺响当当的 当然另外从第36届国东京电影国际电影节 也再次传来一些好消息 中国的一些电影获得了多项殊荣 其中万麻彩蛋导演的雪豹 获得了最佳影片大奖 高鹏指导的电影《老枪》 收获了最佳艺术贡献奖 雪豹这部电影当中 万麻彩蛋是以特殊的地理环境中的 民族生活作为支点 围绕冰临保护动物 就是雪豹咬死了牧民的牲畜这件事 来探讨人与野生动物之间应该如何和谐相处的话题 片中的那个雪豹是CG的角色 也是开创了一个非常全新的一个色彩 也刷新了国产电影最长CG生物长镜头的记录 当然也让观众领略到这种珍稀动物的生存现状 另一部获奖的中国电影《老枪》 则是以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东北作为故事背景 讲述退役的一位神枪手所面临的生活困境 在祖风的演绎下 主要角色的特质非常明显 另外秦海璐、周正杰等人 也奉献出了精彩的表演 再来说说美国这边电影圈的消息吧 近期好莱坞演员、编剧、相继罢工 整个影视产业都是比较倦怠吧 或者说就处于停摆状态 虽然编剧工会和制片方代表 就是电影和电视制片人联盟 AMPTP 在9月底是达成了协议也结束了罢工 但是演员工会仍然在抗争 有知情人士称 如果下周仍然没有结果 罢工恐怕将持续到明年了 虽然说还有一个多于两个月 但是后面你看都挺忙的一些节日什么的 是不是没时间去谈判了还是怎么样 所以如果要走到这个最糟糕的地步的话 就算之后演员们开始复工 但新电影最快也要明年夏天才能够看到了 在上一次谈判中 演员工会要求制作公司在双方协议的加薪和其他福利之外 再将流媒体平台收入提成作为演员的酬劳 不过AMPTP认为该提案的成本太高而拒绝了 而且此次AMPTP提高了演员最低工资的报价 所以这个之间还是处于胶着状态 而演员工会取消了原定于25号的讨价还价的环节 针对AMPTP的新提案在进行内部讨论 希望能够取得一些进展吧 而因为罢工的原因 电影也有一些影响 比如说导演弗朗西斯·劳伦斯 就透露慢改的电影《康斯坦丁2》 因为罢工也影响了这个项目的进度 目前每天都在忙于敲定故事 2005年推出的《康斯坦丁》中 弗朗西斯·劳伦斯营造了不少的视觉奇观 特别是片中对于地狱的描绘 现在几乎成为了荧幕上经典的地狱的场景 目前《康斯坦丁2》也没有确定具体的后续上映安排 不过另一部片子《饥饿游戏》的系列电影前传电影 就是《饥饿游戏》《鸣鸟与蛇之歌》即将要上映了 而上映之前该片获得了演员工会的首肯 就是演员们可以去参加宣传活动 演员工会之所以可以给这部片子开绿灯 也是因为本片的制作方 就是师门 不属于电影电视制片人联盟的一员 哎呀还好还好可以去宣传一下亮亮相 而本片也是引饥饿游戏系列的最新一部作品 改编自原作者苏珊·克林斯的同明星书 饥饿游戏的系列导演弗朗西斯·劳伦斯 也将回归指导 根据制片方的安排 本片将于11月17号在北美上映 哎呀你说这罢工搞得真是有点闹心哦 但是有些事情必须要做 有些事也急不得 当你有了耐心恒心 那就相信一定会有好结果在等待着你吧 祝各位事事顺意哦 我是小芳 这里是娱乐秀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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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怎么样 等你收掉血 我还在流浪 想起轻车 送过的香香 我依然记得 年轻转完蛋的脚踏 还有一句话 爱心的脑道敲 你用短闪弱的 逃影都在冲上 走过没有得到时光 能否在雨上 老酒的车车 空空的折扫 万年从前的人来了忘了 在外的端跑 在夜里为了 过去的背包就留在下 于是我决定离开这个地方 当你收掉血 我还在流浪 那年的约定都放在心上 水上的照片里 你微笑的模样 亲爱的你现在怎么样 等你收掉血 我还在流浪 想起轻轻轻轻轻轻 我还在流浪 我依然记得 年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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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句话 爱心 大脑道敲 当你收掉血 我还在流浪 那年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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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温暖到久